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学习在ES6当中关于正德北达式的一些新的扩展 我们都知道正德北达式的作用是用于匹配四伏串的 然后在ES6之前的版本当中,其实我们学过三个修饰符 分别是I,M和G 这节课我们学习在ES6当中提供了两个新的修饰符 分别是Y修饰符和U修饰符 我们看代码吧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应该是第18个例子 同样的,在这个文件当中把它引用进来 在ES5里面,我们一共学过三个修饰符 分别是I运算符,M运算符和G运算符 M运算符的作用是不是用于忽略大修写的 如果我们在正德表达式的规则会没写一个I 那么它就不区分大修写 那M修饰符的作用是什么,还记得吗 它的作用是不是用于多行匹配的 显了M修饰符以后 它不仅能够匹配当前字符串的第一行 每一行是不是都可以去匹配 那G呢,我们是不是叫做全局匹配 显了G运算符以后 其实我们对于当前正德表达式里面 所有符合条件的这样的字符串都可以进行匹配 这个呢,是在ES5当中学习的三个修饰符 这节课呢,我们学习在ES6当中提供了两个新的修饰符 分别是Y修饰符和U修饰符 首先呢,我们学习一下Y修饰符 Y修饰符呢,在正德表达式里面就做真连修饰符 我们就举个例子吧 大家看,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字符串 它的形式是这样的 比如说它是AA,下号线AA,下号线A 有一个这样的字符串 然后呢,我现在想去匹配当前字符串当中的A 大家看,比如说我先去定义一个规则 比如说就叫REG1 然后呢,正德表达式是不是用两个斜杠去表示 对吧,里面可以写相同的规则 比如说A,加 我们知道加号在正德表达式里面 表示出现一次或多次 对吧,我如果后面跟上一个G的话 相当于是它会全局匹配 大家看,比如说当前我输出REG1 然后我去执行一下当前这个STR 我们看一下它输出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看,它是不是匹配上了当前第一段的A 第一段的A,它表示我们要匹配的是 一个或多个连续的A嘛 所以第一次它是不是匹配上了三个A 对吧,index表示它当前出现的那个所影 第一个A是不是从下半位0这个所影开始 input表示当前我们输出这个ZO-TRI groups,这个现在我们还用不上 大家看,然后呢,我再执行一次 大家看哦,第七行再执行一次 大家没发现,当再执行一次 它是不是从剩余的往后面去找 大家看剩余的是哪 是不是从下号线开始往后面都是叫剩余的 找到谁 下号线不是我们要的 然后呢,它是不是找到这两个A 对吧,那如果我们再执行一下呢 大家看,它是不是第三次应该能匹配的是最后一个A 这个呢,是我们之前学过的G修饰符提供的作用 它每次呢,会在剩余的里面去匹配当前我们想要的这种符合规则的这样的字符传 这个应该很熟悉 然后我们再看,比如说我现在再定一个规则 叫REG2 它呢,我用当前我们要学习的这样一个Y修饰符 比如说,我们为了对比 大家看,比如说当前的2 然后呢,我这个再执行一次 比如说,还是第二个 再复制一个啊 我们想匹配一下 当每次执行的时候 比如说,用G修饰符 我们看结果是什么 然后用Y修饰符,结果是什么 这是第一次 当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再对比区别 第三次呢,再对比区别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看到 当前G修饰符和Y修饰符 对那区别了,对吧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 我们看结果 我们从上网下看 首先,代码第七行和代码第八行 它们是不是都匹配上了三个A 对吧 因为我们的规则都是要匹配 一个或多个连续的A嘛 所以说,第一次都匹配上了前面的三个A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再往下看 代码第十行和第十一行 大家可以看哦 第十行是不是匹配的是两个A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 杠人G的话是不是在剩余的里面的匹配 剩余在哪 第一次是匹配上了三个A 然后剩余的是不是从下滑线开始 后面我选中的这一块 是不是都表示的是剩余的 所以说,第十行输出的是不是 剩余的里面符合条件的这样的连续的A 那是不是两个A 因为到这个下滑线的时候 不是连续的A 所以它停掉了 所以说代码第十行是不是输出两个A 这个也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仔细看 代码第十一行 有没有发现它返回一个no 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看到G和Y的区别 大家仔细听哦 Y求是符呢 它其实每次呢 会在剩余的第一个开始匹配 什么剩余的第一个开始匹配 大家看 代码第十一行 当我们代码第八行之前完成以后 那么它剩余的是谁 剩余的是不是当前 我选中的这一块做不成 那么Y求是符是从剩余的第一个开始匹配 第一个是谁 第一个是不是下滑线 下滑线符合当前有这样一个连续的A的要求吗 很显然不符合 所以说第十一行返回一个no 因为它没有找到 所以大家注意 G求是符和Y求是符的区别 回答写一下 G求是符是每次匹配剩余的 但是Y求是符是剩余的第一个开始匹配 这个是它的区别 所以你能发现当前这个 它返回的是一个no 而第十行返回的是不是两个A 这是他们的差别 大家带我一下看 当代码第十三行和十四行的时候 第十三行因为G匹配的是剩余的马 当上一次的时候它是不是匹配到AA 然后剩余的是谁 剩余的是不是下额线A G既然在剩余的里面找 剩余的里面是不是找到A 所以说第十三行返回的是不是一个A 那第十四行呢 大家看看 刚才我在第十一行执行剩余的时候 执行这个的时候 从第一个开始找 是不是没有找到连续的A 所以它返回一个no 第十三行再执行的时候 我们前面都没找到了 那怎么办 大家看 它是不是又从头开始找了 从inence第一个开始找嘛 从头开始找 又找到了前面这三个A 所以说这个就是Y修师傅和G修师傅的区别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大家直接听 Y修师傅的作用呢 其实跟G修师傅作用是很相似的 对不对 它们是不是都表示这种全局匹配 后一次匹配 是不是都是从上一次匹配成功的 下一个位置开始 对吧 但是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什么 G修师傅 是不是只要在每次剩余的里面 只要存在匹配的 那就OK 但是Y修师傅 是不是必须从剩余的第一个位置 开始匹配 其实这个也就是所谓的 粘连修师傅的意思 粘连这个单词 其实叫做stretched 就这个词 粘连修师傅 粘连的不就表示I这吗 第一次 我匹配上了三个 第二次呢 我要从它粘连的 I这的那样一个开始 从粘连的第一个 开始去匹配 这就是它的意思 所以说 对于Y修师傅 只要匹配的 起来 上一次匹配结果开始 如果去匹配 找不到的话 那么 是不是就返回一个 no 这就是Y修师傅的作用 这个呢 我们需要清楚 把这个注释讲 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要学的另外一个 叫做U修师傅 其实U就表示unicode 所以说 其实U修师傅的作用 它都是跟unicode的码是相关的 在上节课 我们的字符上快展里面 我们是给大家介绍过 unicode的码的知识 对吧 大家要记得 所以优秀师傅 其实就表示 开启一种unicode模式 上节课我们也说过 其实在ES5里面 是不是它有一定的范围 是不是从4个0到4个F 对吧 但是呢 在ES5里面 其实对于大于 这4个F范围的 这样的字符 它其实是 没有办法处理的 当然正道的阿是 也没有办法处理 大家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订一个STR 然后呢 它表示的是一个 这样的字符 当前我写的这一个 它其实表示的是一个 4个字节的 UTF16的编码 它表示的是一个字符 大家注意啊 它表示一个字符 一定要注意啊 一个字符 再讲一遍 然后呢 其实 它其实已经超充了 当前ES5里面 关于unicode的字符的范围 因为在ES5里面 unicode的字符的范围 是不是这样 -U4个0 到-U4个F 这个范围 当前这个字符 很显然超充了 这个范围 对吧 然后呢 我这边写一个 正则表达式 我们一起看一下 当前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我们直接输出 打上正则表达式 然后呢 我直接是以 当前这样一个规则 去开头的 开头是不是这样一个符号 对吧 然后它开头 然后呢 der test 正则表达式 那边der test 是不是相当于 去检测实际区匹配 它会返回一个 不耳性的字 如果匹配上呢 反回处 如果匹配不上 反回foss 我们看啊 它匹配STR 大家注意 当前我并没有写 优秀字符啊 所以说 这个还是 ES5 它这样一个语法 大家可以看哦 能否匹配上 你能发现 是处 其实 这个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的 因为当前 我整个来说 它表示的是 一个字符啊 有位同学 如果没接触 用内扣的话 可能会不太习惯说 这么长 怎么是一个字符呢 但确实是这样 它就是表示 一个字符 只不过它比较长 大家呢 不要说 这是不是个字符串啊 我们用字符串 匹配的话 它反回处 这不是正确的吗 不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当前 如果我想要-U 就表示是用 U内扣的模式 去匹配 这时候 其实 这个并不是一个字符 相当于是 它要匹配的是 当前整个这一个 正常呢 它应该是匹配不上的 但是我们发现 在ES5里面 它会返回一个处 因为ES5 它把当前这一个字符 当做两个字符的处理 因为它超出过 当前这个范围嘛 对吧 这是不对的 大家仔细看哦 如果在ES6里面 我们看个结果是什么 ES6里面 我们引入一个新的修制符 叫做U修制符 大家仔细看哦 第二上的结果 你会发现 它返回的是一个FALSE 其实这个才是正确的 因为将U修制符以后 ES6就会把它正确的 识别成一个字符 所以说 它会表示的是一个FALSE 因为当前 我给它这个规则呢 匹配不上我这一个字符 注意 它是一个字符 再次强调 因为我觉得 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不就是 以它开头的吗 大家注意啊 我们不能这么看 它整个是一个整体 而不要说 我们还把它当做 一个普通字符串 去看待 它呢 是一个整体 OK 然后我用一个整体 一个字符 比如说 我随便写个字符 写个5 这是不是也是个字符 对吧 然后呢 我只把5 其中的一部分 抽中了去匹配 你说能匹配成这个5 正常的匹配不上 就这个意思 大家需要理解 OK 所以说 ES6的时候 U修制符 它会把当前超过 这个范围的 也识别成 一个字符去匹配 而不会像ES5一样 变成两个字符去匹配 这是有问题的 ES5 ES6呢 也相当于通过 U修制符 修正了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ES5里面 其实我们在 政策达大事里面 学过一个点 对吧 大家记得点 表示什么吗 点其实表示的是 换行符以外的 任意单个字符 但是呢 对于马点超出 当前这个 -U四个F 这样的unicode字符 其实点的用字符 是不能识别的 大家看 我写的例子 我当前写个规则 比如说 开头 点 然后呢 结尾 去past 当前我这样一个字符上 注意 我们不是说 点修制符是表示 除了换行符 以外的 任意 当个字符吗 既然能表示 任意当个字符 那我这就是 一个字符啊 它是不是也应该 能匹配上 但是你仔细看 大家看到 代码点三行 你会发现 它会返回一个 FALSE 因为刚才我说过 当前这个字符 是不是已经超出 这个范围 如果超出范围的话 那么你这个点 就跟它匹配不上 那怎么办呢 大家看 如果我在后面 加一个U 我们看看 这个结果是什么 仔细看哦 大码点二次行 它就会返回一个 处 相当于是加 U四个字符以后 这个点 是不是也能够 匹配 超出当前这个范围的 单个字符呢 我们看下一个例子 上解课呢 其实在讲 码点的时候 我没有说过 ES6可以将码点 放入大括号里面 就能够正确的 解读这个字符了 对吧 所以大家看 比如说 我们当前想匹配 -U 然后呢 大括号 61 这个上次用过吧 它表示的是不是A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 我用它去点 test test这个A 大家看 能返回什么 你会发现 它也返回一个FALSE 加上6行哦 它呢 也返回一个FALSE 但是 如果我加上一个 EU修事符以后 我们看 它返回的结果是什么 它是不是就会返回一个处 对吧 所以说 如果我们想用码点值 识别这样字符的话 我们必须前面加上-U 后面加上EU修事符 来表示 这个时候才是正确的 我们再讲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 而且上解课 我们讲过这样一个字嘛 叫做G 对吧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 我后面写过花框2 这个数表示 这是我当前集出现的次数 出现几次 我希望当前匹配字符串里面 出现两次 BACAL 我用这个呢 去点TEST 那我这边 把这个复制两遍 是不是说明 当前出现两次啊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是能匹配上的 但是大家仔细看 结果 在码第29行 它返回一个FALSE 因为当前集 它的码点已经超出过当前范围 对吧 这上次我没讲过 那怎么办 是不是也应该加一个U 这时候我们再看结果哦 代码第30行 你就会发现 它返回的是一个处 这个才是正确的嘛 对吧 这个呢 就是这节课 我们要讲的内容 我们这节课啊 讲到ES2中 关于正德本阿世 新扩展的两个修制符 分别是Y求制符和U求制符 Y求制符呢 表示叫做粘连修制符 它其实跟G求制符很像 都表示是全局匹配 但是G求制符 只要是在剩余的位置 存在就可以匹配上 Y呢 是不是必须从剩余的 第一个位置开始匹配 对吧 就刚才我没讲过 那U求制符呢 它其实主要是对于 U求制符的码 进行匹配的 大家注意啊 以后在正德本阿世里面 如果遇到这种中文 或者U求制符的码 要记住 只要在正德的规则 后面加一个U 其实就不会有问题 你只要记住这个原则就可以 这个呢 就是ES6当中 关于正德本阿世的扩展 在ES后面的版本当中 正德本阿世 还会有其他的扩展方式 这个呢 等我们到后面的课程 再给大家继承 那这一刻就到这 我们下集课再见 我们下集课后面的课程 我们下集课后面的课程